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有些朋友在网上留言说 买的那个终胜笔呢 写不出来这个笔缝 写不出来这个字的笔画的粗细 其实啊 写着笔画数据的只是一个提和按 只有这两个 意思是说空笔还不行 再一个情况就是 写字的时候呢 下面呢 垫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垫子 像这个指标垫 后的值和硬比的那些垫子 这样写起来呢 它能够形成 能够缓冲 就说能够写出来那种 毛笔的笔缝 下面先看这个哈 那先写一个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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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哈 这个笔呢 它有粗有细 还有尖 出的地方呢 是往下稍微问 问下去 那运笔的过程当中呢 往上抬就形成这个细 然后呢 再问下去 就出去啊 这是一个运笔的过程 这是一个运笔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你写的时候呢 你不要一直 一样出戏啊 一直这样出戏呢 什么 咱们练制的时候呢 就要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有 这个笔缝的概念 也就是说 写的时候呢 不能出戏都一样 所以说 像写 基本笔画的时候 基本笔画的时候啊 要写出来 写出来这种 有粗有细 有那条 这种感觉 我这写的 那已经要弯了 其实是个直的 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笔缝 出缝 出缝 漏缝 出缝 这就是笔缝 长篇 短篇 这就是笔缝 横着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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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切一下就是 相当于 这个 毛笔里面 那个 长篇 差不多啊 写的时候 不要漏缝 一般情况 不要漏缝 不这样切 横一下 切这个片 这就叫做缝 缝 长篇 漏缝 还有横滑 也是 横滑呢 左肩横 是漏缝的 这么肩的嘛 这叫漏缝 长横呢 切一下 就让你藏下来把这个缝 但上面是漏缝的 这样 后边呢也是 长一下 但是呢 这中文笔呢 一般情况都是后边拖起来 后边拖出来 把这个横呢 他往下拖一下 这样呢 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点也是 漏缝漏缝 然后拖一下 拖到下边这一个 也是个缝 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笔缝 这是笔缝 漏缝 长缝 逆缝 例如说 写的时候 尽量呢 有这个笔缝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在用名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概念给运用出来 这叫做 好像这个数列 实际上歪了 这样设一下 切一下 这地方其实是漏缝的 这也是漏缝的 下边呢 其实是个垂漏数 它是长缝 旋征数呢 就是漏缝 这就是漏缝 在域名的过程当中呢 有提 有按 按提 按提 这就是 这个写着的笔缝 不要写着 像个棍子似的 竖划不要写成这样 这样就不行 那话又不要写成这样 又不要写成 这样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练习练移 脑子修改 首先有这个概念 偏的时候呢 有这个概念 有重到轻 有轻到重 长篇 有这个概念 隔钩也是 重 有轻到重 有重到轻 这个过程 有重到轻 有轻到重 然后输钩 不要写成 这样 这就没有写出来笔缝 缝就是个缝望的意思 像这种叫缝 这个呢 在月弥中呢 有提案 提案的出续 六本有出锋 这就是硬笔 这样写出来笔缝 实际上这个概念 好 朋友们 这节课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